大吉林位于印度东北部 介于布丹与印度之间 我们从奋起岭通过布丹与印度边界 进入大吉林 这是个很奇怪的感觉 布丹这边车少马路干净平整 一过关卡进入印度 就感觉脏乱拥挤 马路凹凸不平 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实所谓关卡也就是一个牌楼 不过说实在印度也是在进步当中 这几年他们的马路也一直在改进 我们参观了一座寺院 里面正在举办华会 非常慎重 遇上了一群小喇嘛 不要看他们年纪小 自欺未脱 礼拜起来 却也中规中矩 恭敬前程 这是令人疼惜 继续往大吉林前进 路旁的茶园绵缘不绝 许多妇女在茶园内采茶 景色宜人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真是赏心悦目 大吉林海拔约2000公尺 苍年云雾缭绕 所以生长的茶叶质量特别好 有红茶 绿茶 乌龙茶与白茶 一年收成三季 第一季 第二季与秋季茶 听说产量全被英国人给包了 很多旅人到此 都会带一些回去品尝 不过我还是比较习惯 我们的铁观音 晚上入住大吉林最高级的饭店 听说这栋建筑 是当年贪官屋里所拥有 如今改变为饭店 可以想象当年 屋主生活的奢华与铺张 我会想象当年贪官屋里所拥有 大吉林古老高山火车 大吉林古老高山火车 大吉林喜马拉雅铁路 这条铁路是为运送茶叶而兴建 当时是全世界历史最高的火车 现在已被青藏铁路给毙下来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吉林火车 雨下来 别待 大ِ revenu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吉林又是个三层 所以就在马路上与汽车并行 从店家与住家前面贴身而过 在我们看来是惊险万分 对当地居民来说 却是稀松平常 火车来了 汽笛一响 大家自动让路与让位 火车一过 又恢复一切日常生活 真是有默契 接着参观丹珍博物馆 丹珍是第一位登上的 喜马拉雅山的雪霸人相导 他在1953年5月29日 与纽西兰登山家 艾德蒙希拉蕊 成功征服了珠穆狼马峰 创造了历史 后来他常驻大吉林 训练当地相导人员 所以特别为他建博物馆 以之纪念 这次在饭店 正好遇上了一个印度婚礼 新人男俊女俏 穿金带银 印度人的贫富差距 真的超越你以我的想象 一早离开了大吉林 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西津 西津 西津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路 东面与布丹毗林 西面与尼泊尔街南 北面与中国西藏交界 南面为印度的西梦加拉邦 这里就是西津与西梦加拉邦交界处 两江会流成一江 西津本是一个独立国家 后来并入印度 成为特别行政区 人口五十万人 首都丹托克也是一个山城 所有建筑皆依山而建 这里的山市比大吉林还陡峭 所以这里的陡坡都会买一些小石块凸起 以增加轮胎抓地力方便爬坡 一山而列的建筑物也非常陡峭 看起来极为特殊 街道又极为狭窄 市区内交通非常庸塞 龙塔寺 西津最壮观的西藏寺庙 此处原是佛教密宗 前弘教教主大宝法王修行之地 室内设有佛教学校 我们抵达时正好遇上晚课 大喇嘛在佛堂内唱诵经文 敲法骨吹法罗 小喇嘛们排排坐于阳台上 专心背诵着经文 并相互变经 很有特色 这里供奉着一些天主与天眼等宝物 我们非常幸运地能进入佛堂内 一度宝物的真身 实在很有福分 正好遇见匠人在制作堂卡 也算长了尖尸 保持人 藏雾湖 这里是中印边界 湖的面积并不大 是湖水清澈的冰川湖 也是藏人的圣湖 据说喇嘛可以依据湖水颜色预测未来 让这个幽静清澈的高山湖泊 增添了一些神秘感 湖的对面就是中国边界 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的建筑 这里标高3753公尺 我们搭纜车上到山顶 四周雄伟山市环绕 景色极为震撼 正当在为眼前美景赞叹不宜时 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 原本原处云雾缭绕 突然间云开雾散 远方出现一片矮矮雪山 山市高耸雄伟 望之令人身亡 肃然其境 那正是全世界第三高峰 甘臣张家峰 山市层层叠叠 高耸凌厉 真的不同凡响 五分钟之后 云雾再起 世界第三高峰 又消失在一片云雾当中 这五分钟的惊鸿一瞥 让人终身难忘 福报满满 不虚此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